我们的聊天室有朋友问 富途其实有没有能升上去呢? 它的政策的阴霾其实也未完 我会觉得富途短期来说 如果要升到太高的水平 譬如说 例如说 70多元或80元楼上买的话 我会暂时没有一个动力 或者一个理由升上去 主要来说我觉得是有两点的限制 第一来说它本身先天上的 编程都不是特别便宜的 因为很大机会去年的盈利 已经是短期中最高的一个年份 北京离开的劝商也要看市场的气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年的盈利也不见得高过去年太多 甚至可能只是持平或增长一点 这样也不奇怪 在这样的情况下 虽然我明白 它已经是腰了两次了 就是腰斩了 是 我们学校需要讲简称的 我们就是说 这只股腰了两次了 就是腰斩了 就是跌了七成多了 如果跌了七成多的情况下 其实Forecast PE是便宜了很多的 但是也不是去到最便宜的一个水平 所以第一来说 就在Federation里面 会限制了所谓的升幅 第二就是说阴霸 其实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一张 我们俗识叫做A4字 因为我们打给它 就是当年教育股的所谓的兴望 就是靠一张A4字 是 就是中国政府在那边 就是一直拖延 就是一直是将那个政策的终极的方向 它是比较延后了 去比较后的时间才公布 其实当中 其实你看到 比如说新东方位 很未来不断下跌的过程里面 其实那张传说中的A4字都没有出的 不过是预告给你听会出的 好了 到了最后的股价跌了很多之后 它再出了张传说中的A4字的真相之后 然后股价最后来说就不行了 这个是教育股的故事 那现在老实说 现在去到富途那边 其实是一样的 它已经给你放了口风 就是说 我要监管了 但是最终的法律的Version 也就是所谓A4字 它最后就没有出的 我们也会期望它会 一段中等围堵的时间之后才会出的 如果在这一段真空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变成了很奇怪的 跌到太低的话 就自然有人会拨反弹的 拨政策放生 当然如果拨太高的时候 又会联想到傾向是政策恐惧的想法 就会私人扔下来 这种感觉是形成了一个 是思想之间的斗争 在股价里面的连动的反应 其实打比喻 就是跟现在电子烟一模一样 你会看到现在6969 斯摩尔也是 现在有一个range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富途这个股份 最后可能讲得比较专业一点 其实如果你想 你也是要压住 坦白我说了这么多的话 如果你也是要压住这种股份的话 那我就会直接提一个想法就是 可能如果你懂得期权的话 你用期权来做 其实无论的efficiency或者性率 其实是会高于做正股的 因为你做政府 你没有理由买一万几千的 可能你都会买多一点的 你如果买多一点 你一宅货你又不走的 不要介意我这么说 所以你一宅货 其实你整体的机会成本 不是你账面亏损的一笔钱 你整笔资金都是你的机会成本 反而我如果是做一点 short put去收期权金 或者付少许钱做long call 过去反弹 你都是一个矮小博大的行为 worst come to worst 那个投资是以可能fail做告终都好 都是占你的资金很少很少 那就变成了efficiency会好一点